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446章 男子再次打量一眼夜悬 突然他眉头皱起 你有心门头啊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 他面前的夜悬气息全无 他一点也感受不到 夜悬笑道 阁下怎么成火 战军 夜悬 夜悬 你是隐藏了境界 还是隐藏境界 难怪 夜兄是刚从卫阳城来吗 刚来 走吧 我也刚要回去 说完 他要带着夜悬 转身朝远处走去 路上战军突然说 夜兄 最近卫阳城有没有出什么天才啊 为何这么问呢 战军摇头一叹 因为这两年来 来藏天长城的人越来越少了 你们在这里历练吗 我算是 怎么说 战军指的真远处 那边是魔科族的地方 魔科族 你听过吧 听过一点点 战军轻声说 你很快就会见识到他们的恐怖 这族 这族都是一群战斗疯贼 而他们的目标 就是征服卫阳心域 夜悬眉头为重 征服卫阳心域 战军点头 这里是最后的屏障 如果这里失守 他们将长驱止入 进入卫阳心域 那时就是卫阳心域的灾难 夜悬陈胜说 卫阳心域的人不知道吗 知道的 每一年 那边都会来许多人 都是各大势力的天才 但是最近两年 来得有点少了 说着他摇头一笑 听说魔科族出现了一个天才 叫墨邪 此人已经赶来藏天长城 那时这里肯定会变得非常热闹 老一辈的强者都不参与了 当然不是 只不过现在又不是决战 因此双方才有约定 让双方年轻一代来玩玩 其实就是一种练兵 双方都在练兵 当然 就看看哪边的兵更强一些了 说到这里 他看向夜悬 夜兄 不管你在外面有多咬你 来到此处之后 切记一点 这里没有最咬你 只有更咬你 特别是不能轻视任何人 尤其是魔科族的人 叶璇微微点头 多谢提醒 战军笑了笑 正要说话就在这时 他和叶璇突然停下 两人脚下 大地在吃汗动 叶璇眉头皱起 他抬头看向远处 这时 战军沉上说 有妖兽在靠近这边 叶璇刚准备说撤 战军却有些兴奋说 走 去看看 就这样 战军带着叶璇 朝前面飞奔过去 不一会儿 叶璇神色渐渐凝重起来 因为他们所过之处的地面 有着一道道深深的巨大脚印 不是一般的妖兽 战军仔细打量一眼那脚印 很快他神色凝重了起来 叶璇问 怎么了 战军沉上说 应该是狂暴手 我一个打不过 说着他看向叶璇 有没有兴趣 打了这玩意儿 有什么好处吗 非常大的好处 第一 他的血和内丹 可以增强我们的肉身 在这里 强大的实力 才能够让我们生存下来 第二 他们的皮 可以换大量的紫园精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 消耗大量紫园精 所以有紫园精 我们才能够 更好地提升实力 说着 他看向叶璇 这狂暴兽 是圣境巅峰 战力极强 他的血液和内丹 是大不足 他的皮 至少可以卖 十万紫园精 十万紫园精 叶璇嘴角微抽 原本他还有兴趣 但是现在基本没啥兴趣了 虽然他将大部分紫园精 都送到青藏界 但是他现在身上 还有至少千万枚紫园精 因此他不怎么缺钱 战军突然说 叶璇 如果我没想错 你来的时候 身上应该带了 不少的紫园精吧 叶璇也没有隐瞒 是有些 战军含含一笑 我告诉你 很快 你身上就会连根毛都没有 为何呀 因为在这边 消费非常大 而且我们每日修炼 也需要大量紫园精 因为藏天长城上 没有任何灵气 想要修炼 唯有靠紫园精 叶璇沉生说 卫阳心育不提供帮助吗 自然是有帮助的 每个人每月都有一些补贴 不过并不多 因为这藏天长城 有着一个巨大阵法 每月都需要上亿紫园精来维持 而且总之 有太多太多花紫园精的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只能靠自己 叶璇清生说 魔科族很强吗 不是很强 是非常强 说着他看向叶璇 叶璇 怎么样 考虑清楚没 一起干掉这狂暴兽 叶璇笑道 那就是什么 战军哈哈一笑 走 说完 他直接朝前面冲了过去 速度极快 叶璇也是连忙跟了上去 很快 两人来到一片密林之外 在远处的河边 两人看到一尊巨兽 这巨兽宛如一座小山 正在河边喝水 看到这个体型 叶璇嘴角微臭啊 这也太大了一些 战军突然纵身一跃 宛如一只离弦之剑 直接撞向不远处的狂暴兽 叶璇愣住了 这家伙说出手就出手啊 他正要出手 突然 他低头看向地面 下一刻 他脸色顿时就变了 就在这时 远处那尊狂暴兽 突然转身 下一刻 他猛地一拳 拍向战军 战军不闪不避 一拳封手 随着一道炸响声响起 战军连连暴退 数十丈 而他停下之后 正要出手 就在这时 四周地面突然裂开 很快 三尊体型和内尊狂暴兽 一般大的妖兽 从地面爬了起来 都是圣经 见到这一幕 战军脸色顿时就变了 被埋伏了 就在这时 叶璇突然出现在他的身旁 看见叶璇 战军愣了 然后说 你不跑 叶璇刚才并没有出来 是可以跑掉的 叶璇笑道 三打一 你必死无疑 三打二 我们还勉强有点希望 你说呢 之所以没有跑 自然是因为他觉得 战军这人还是不错的 这个时候如果跑掉 实在是有些不道义 战军看了一眼 叶璇 你这家伙 挺够意思的 叶璇笑了笑 然后看向面前那尊狂暴兽 此刻 这尊狂暴兽 也在盯着他 叶璇掌心弹开 一柄剑 出现在他的手中 战军微微一愣 叶璇 你是剑袖 叶璇点头 战军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远处那尊狂暴兽 突然纵身一跃 见到这一幕 叶璇和战军脸色一变 两人朝后就是一闪 狂暴兽落地 两人原本所站的位置 直接崩塌 而这时 树刀剑光 直接斩在他的身上 那几刀剑光 直接将狂暴巨兽肉身 撕开几刀口子 鲜血剑手 叶璇正要继续出手 这时 旁边那尊巨兽 也一巴掌拍过来 这一巴掌落下来 仿佛天塌一般 是架暗了下来 在他身旁的战军 右脚猛的一跺 整个人冲天而起 空中 战军一拳 轰在巨兽手掌之上 轰的一声 那尊巨兽顿时连连后退 不过战军 也直接砸落在地 将地面 砸出一个巨大的神坑来 而在他们右边 另外一尊巨兽 突然朝他们冲来 这巨兽每一步落地 地面便是一阵巨产 骇人无比 战军突然说 这两尊小的 还有那尊老的 你打哪个 叶璇看向面前 那尊狂暴巨兽 这个交给我 声音落下 他人已经消失了 下一刻 树导弃剑突然斩在 那尊狂暴兽的身上 一时间 无数道鲜血 自那尊狂暴兽身上 见识而出 由于叶璇的飞剑速度 实在是太快 那尊狂暴兽 根本就挡不住 因此 他直接舍弃了防御 然后一巴掌 拍向空中的叶璇 这一巴掌 力量极其强大 一掌扫过 四周空间 都为之一阵阵击产 仿佛要崩碎一般 见到这一幕 叶璇脸色微变 他没有选择硬扛 因为他绝对是扛不住的 他果断身形一闪 躲过这强力一击 与此同时 他并只轻轻朝前有滑 一瞬间 无数道起见 以各种不同的角度 站在那尊狂暴巨兽的身上 一时间 狂暴巨兽全身 又溅起树头鲜血 他游击 叶璇在空中 不断地躲闪着 每一次躲闪 他的弃剑 都能够在狂暴兽身上 划出几道口子 不到一会儿的时间 那尊狂暴巨兽身上 便已有数十道口子 大约一刻钟之后 那尊狂暴巨兽 突然一声怒吼 叶璇脸色一变 以为对方发怒 要放大招了 当下正要躲闪 而这时 那尊狂暴巨兽 突然转身就跑 另外两尊妖兽 也是转身就跑 叶璇愣住 这你妈跑了 叶璇身旁 战军苦笑说 你见能够破他防御 继续下去 他必死无疑 就算不死 也会重伤 而在这里 重伤就等于死 所以他选择直接跑 说到这里 场中一边突起 在两人头顶 一束金光突然出现 下一刻 那束金光 直接笼罩住叶璇 很快 遥远的天际 空间颤抖 似是有什么在穿梭 叶璇脸色一沉 战兄 你先走 他声音刚落下 似到薰影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皆是圣境之上 见到这一幕 战军脸色也是一变 叶兄 这 这是 我的仇家 你先走吧 战军沉声说 叶兄 你觉得他们会放我走吗 叶璇苦笑说 抱歉 连累你了 战军突然拿出一枚符禄 下一刻 那道符禄 直接化作一道金光 冲天而起 叶璇不解 这是 叫人 叶璇想了想 然后说 麻烦多叫点 不然 会有点慌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